其實很多類的故事都會說主角會成長邊境 就像海賊王路飛一樣 像膠拳都懂得爆二三檔和學霸氣 火影 名門有螺旋丸 仙術 他都懂得出什麼大玉螺旋丸 什麼螺旋丸 巨人 雖然艾倫都懂得變巨人 但還是很廢 但這套還是很新 年資未夠出 未夠長 相信艾倫都要有進步的空間 但比卡超就不同了 作為主角 我以上講那麼多點都明白了 比卡超都是會打輸球 由第一代小剛小霞和小智一起去旅行的比卡超 去到 超世代 AB XY 都還是比卡超 我打機升等級 都升到100等級 還是廢物一隻 可能有人會問 為什麼小智不給雷石他進化 因為進化了 爬不到上他頭頂 我小學三四年級 說火箭兵團 到今時今日 還可以是火箭兵團 有時在家門不想對電腦開電視看看 唉 又是寵物小精靈 劇情還是火箭兵團 說真的 還交過TPB的交劇 我有時會想 為什麼火箭兵團 還要在這裡捉比卡超 其實最值錢的東西已經在他們手了 是什麼? 就是那隻喵喵怪 一隻懂得說人話的怪 寵物小精靈 還值錢比你打機裡面的黃金精靈 好了 差不多到尾聲了 又要準備爆炸 又要準備飛天 比卡超又出一招十萬福特宏 真的不說不知 我以為比卡超的屁股是寫著 Made in China 這個意思是他在諷刺寵物小精靈的情節 其實這些是很難說的 這些一定有格式 如果你說突然間沒有了 改變格式 可能觀眾又會不開心 不舒服 但是比卡超廢的話 就不懂得說 可能是他劇情需要太厲害的話 他就覺得不好看 好了 今天也差不多了 是時候又跟各位說聲拜拜 明天啊 哈哈 又會有什麼表現 明天見 完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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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